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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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乐乐 天气真好呢 對啊 今天天气真的很好 好想去北海岸玩喔 哇 那考考你北海岸有哪些地方呢 嗯 有金山 段里 山枝 石轮 沒錯 等一下就跟著我一起出發吧 好 等一下 那我們要去哪裡 現在我就知道了 那我們一起follow me go 第一餐箱位於台灣的東北角 貝山麵海 緊鄰著太平洋與台灣海峽 就名為金包里 是由平穆族社名翻譯而來的 嗨 樂樂 那我們現在來到哪邊嗎 我不知道耶 那我們現在來到的是我們的金山老街 知道金山有哪三寶嗎 我知道有地瓜 沒錯 我們有地瓜 腳白水還有玉頭這三寶 那事物宜遲我們趕快進去看看吧 go 好 謝謝 金山地區人民原以物農為主 近來因經濟成長的因素 農業已漸漸視為其較具代表性的特產以乾薯 腳白筍為大中 半山上的特產則以花卉 苗圃 竹筍 蔬菜為最多 金山香發展的早 自然景觀勝聚特色 因此早期便有金山八景的美名 這金山八景各為 竹台雙語 水尾泛月 歸島小日 黃港漁火 跳石迎藍 竹風吐霧 巴煙望陽 黃嘴吼煙 超往生utan 海洋 牠會大小 水尾泛月 牠會大小 像這樣 然後 海洋 釋一塊一塊的 吹好的話 掘苟下去炸 炸好的話 上面的話 是搬麥芽的 麥芽搬尼泡 用餘的內容上把它吹一頂 吹一頂 炸製成這樣的話 套裝起來就好誇張 來到金山最有名的就是它的地瓜 所以我們來嘗試它的拔絲地瓜 它的糖衣非常的脆 然後裡面的地瓜味道非常的濃厚 地瓜也非常的綿密 來這邊一定要買一種試試看 它叫金鮑梨老街耶 它不是叫金山老街嗎 金鮑梨的話也是它的舊稱 早期是由凱達格蘭族金鮑立舍直接秘密過來的 到後來日治時期的時候 因為這邊山面環山 所以日本人就把金字做保留 把後面的字琴改成了山 所以以後就變成叫金山 原來如此 自野柳地植公園入口到海甲的末端長約1.7公里 旗艦最寬的地方不及300公尺 野柳地植公園的起源是世界奇觀之一 由於海岸延伸的方向與地層及構造 線方向近於垂直 外加海石風化及海路相對運動 地殼運動等地質作用影響 因而產生罕見的地形地質景觀 純進去 哇!這也是承諾中的女王頭嗎? 不是喔!她是俏皮公主 那她原本是一顆愛殉狀岩 那因為她頭部的部分封落了 經網友投票之後正式選民 她就是女王頭的繼承人 哦,原來如此 野流地質公園可掛分為三區 第一區屬於殉壯岩、殭屍及竹台石的主要集中區 在第一區可以看到殉壯岩的發育過程 同時也有豐富的殭屍、竹梨、虎穴及龍石盤著名的竹台石 與冰淇淋食也位在本區 第二區的地景與第一區相似 皆以殉壯岩及殭屍為主 當數量比第一區少 哇,這個女王頭也太漂亮了吧 對啊,女王頭是野流地質公園的地標 本觀石外形優柔大方,頸部修長,頸部線條優美 就像英國伊麗莎白女王頭像 也就是因為這樣而得名的哦 原來如此 那她的脖子也太細了吧,瘋得怕哦 不用擔心,目前以偉托學術研究單位進行補償計劃 以確保女王頭地標的長久存在哦 第三區是野流另一側的海石平台 比第二區狹窄,平台一側緊貼峭壁 另外一側則是極勇的海浪 在這可看到不少怪石擅置於期間 其中較特殊的有24巷石、豬石、馬鈴鳥石 三則都是形狀特殊的結合 經過海水侵蝕後,所呈現的奇特岩石 第三區除了是奇怪岩石的自然地景之外 同時也是野流地質公園內最重要的生態保護區 哇,這個是什麼? 哦,那個的話就是傳說中的竹台石 有看到上面那一顆嗎? 它的名字呢叫做結合 它是一種特殊的岩石 它的質地非常的堅硬,而且有看風化 所以海浪在侵蝕兩邊的時候 它會慢慢的露出來 所以形成像現在這樣 看起來像竹台的樣子 那樂樂經過了這麼一天 去了金山老街,來到了野流 那這樣你有什麼收穫嗎? 在金山老街我學習到了金山的各種歷史 也吃到了好吃的拔絲地瓜 在野流地質公園我看到了漂亮的女王頭 跟大自然的鬼斧神功哦 那看來你今天的收穫很多呢 那各位有興趣也可以親自走訪看看 看看不同的風景 那樂樂我們就下一次再見囉 下一次見,掰掰